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秀 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如果我想要投标法拍屋法拍土地的话 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 准备的资料有 身份证印章跟投标金 投标金 那投标金要准备多少呢 投标金呢 像我们台中市呢 大概是准备三成 如果是彰化呢 大概是两成 举例来说 如果一千万的房子 在我们台中就是要准备三百万 如果在彰化呢 那就是准备两百万 那如果说 你需要剩下的部分 比如说七百万跟八百万的部分 你要做贷款 那希望一般民众都要在 投标前的十到十四天 是 来做评估是最适合的 那这个贷款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法拍代电 那可不可以请法拍卉会 帮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法拍代电 好 所谓的法拍代电期间 就是你拍定后拿到移转证明书 到贷书过户的这一段期间 就叫做法拍代电期间 那会因应各家银行的贷款利率不同 会有所差异 有可能是6到6.5% 那因为是无单的状况利率 会高一点点 但是等到你拿到全状 房子成为抵押品之后呢 就会转回一半的房贷 那我想请教法拍卉会就是 如何去挑选专业的法拍团队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建议各位 一般民众跟法拍小白呢 你们要挑选专业的法拍代表业者呢 第一个一定要选政府立案的 第二个一定要选有口碑的 那第三个呢 最好是亲自到访 那为什么要亲自到访呢 其实在网路上有很多法拍代表业者 即使你光看他们的头衔啊 一些介绍你并不会觉得说 这个到底好不好 所以为了要挑选更合适你的法拍代表业者呢 建议你亲自到访 把你在网路搜寻的一些你想要询问的资料 或者是案件到亲自到访到这间公司 去做正确的询问 这是对一般民众是最好的 是那我也想 就是会有一般的法拍小白 或是到访民众可能都会落入一个就是 用服务费高低去做选择 因为对于案件也不了解嘛 对于业者也不了解 他可能就觉得啊 这间服务费便宜 我就选择这一间 那法拍会不会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建议一般的民众或法拍小白呢 千万不要以服务费下去做取胜 我这边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有一个同事呢 其实他有一个好朋友要标一个台中市烏日的一间透天 那他当时也帮这位朋友呢 评估好他的服务费 大概是45万左右 那他当时这个朋友呢 又去比较了另外一间的法拍业者 那这个业者呢给他沽40万 那当然呢这个朋友呢 他就去选择了这个低于我们5万块的法拍业者 结果到交务的时候呢 你知道吗 他他付了多少的服务费 他比我们多了整整一倍90万 为什么 然后这个朋友呢后悔到 后悔到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我们这一家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以服务费下去做取胜 那他中间呢 加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服务费呢 又另外加了班签费啊 还有清运费清洁费啊 然后零零总总加了一堆 加到了90万 让这个客户呢后悔莫及 是 所以千万不要以服务费去衡量这个代表公司 我们刚才听完法拍会会的分享 相信各位观众可以知道说 专业的服务不是用金钱去做衡量的 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法拍上的疑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在下集再为大家做解答 如果您有任何法拍买卖继承持分的问题 欢迎于下方留言或者与我们电话联系 我们很乐于为您服务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哦